掌握一手行情不做 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 移民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包客 今天是12月2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华江北最新的拿货行情 15Pro Max 256G蓝色 今天市场拿货是5100 小二觉得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一个谷底的价格了 估计过几天这个价格是要反弹的 另外顺便说一句 现在改卡15Pro系列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市场验证来看 只有内置是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的方案 不管是触点还是db盒子都有一定的掉线的几率 掉线之后手机会无服务 需要去手动自行找回信号 当然不知道后面技术会不会迭代更新 使他们更加稳定一点 当然在技术没有稳定之前 小儿现在只推荐内置 尽量不要做新方案实验的小白鼠 其实大家现在可以选择不改 或者说就先改内置 后面出了真的好的方案 再去改其他 也还有选择的机会 但是如果说你改了触点 或者说去改了那个小卡方案 那种对外观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这台15Pro 我们今天拿获是4600 下面这台平板是小儿非常推荐的一款千元之内性价比平板 17Pro 10 5寸 256G插卡版 虽然是一个千元级别的平板 但是它是带屏幕高刷的 同时它也是苹果第一代带有屏幕高刷新率的平板 屏幕大小是10 5寸 分辨率也还不错 同时搭载的是A10X处理器 性能非常不错 今天市场拿破行情是1750